驚險車禍來看到的是在彰化西州 有一名旅行男子開車行經蒲心香 人陸陸的時候 一次是低頭撿東西 結果一個不小心 逆向的衝撞對向的白色修理車 釀成了四車連環狀 其中有三台車車損相當的嚴重 四個人一度受困受傷送醫 旅行男子的傷勢最為嚴重 他的肋骨骨折氣血胸 主動版波尼有生命危險 民眾開車對向一部灰色修理車 逆向撞了過來 一道之大白色修理車安全氣囊爆開 車輛打橫車尾跟著撞擊 開在一旁的藍色小貨車 距離太近 駕駛來不及反應 跟著撞上去 車位意外翻在上午九點多 彰化蒲心香原路路五段上 修理車逆向衝撞 釀成四車連環撞 兩部修理車車頭引擎變形 小貨車側翻夾在電桿中間 一旁工廠員工聽到巨響 連忙拿出破壞器材 協助人員脫困 哄一聲好像氣爆的聲音 小貨車夾在電線桿那邊 拜託幫他撞出來 第一端晃 我以為是氣爆 撞東西還是怎樣 聽說是這樣 轟炸式連撞一共造成四人送醫 小貨車上駕駛和乘客兩人 腦震盪 全身挫傷骨折 社會純駕駛駛 腳踝駛骨折意識不清 至於照射六歲 女性駕駛有生命危險 照射的女性駕駛西州人 家人只知道她開車外出 不知道要去哪裡 倒霉的女駕駛市民禮儀人員 早上要出班卻沒出現 公司同事急著找人 最后才知道出了車禍 至於車禍原因 警方排除可能是身體不適 或是低頭撿東西 釀成意外 借待人貌彰化採訪島